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來那麼多次第一次在大廠 欸我好像看到我認識的 好 今天很高興就是 在今年 這個疫情這麼不穩定的狀況下 還可以在這邊跟大家 相聚啊 這個東西剛剛已經在那個 這個slack還有 我們 TWJUG的那個 FB我已經先把 投影片放出去了 所以 等一下不用拍 你應該現在就可以拿到了所以 就不用特別拿手機去 這樣拍那個 投影片的內容 其實這個東西今年一路 從 如果你們今年也參加過 蠻多次研討會的話 可能會發現這個東西 其實已經被我講過蠻多遍了 然後 當然我沒有那麼 那麼 那麼卑鄙 就是一個 完全不改一直講 還是要改一點內容 然後調整一下 然後在上個月的那個 TWJUG樂會的時候 這個東西在LINE 在大熊寶店 那個 大隻熊大那個 那邊已經先講過一遍了 所以 所以 可能有些人就跑到別上去了 這樣子 好 好 我是 Vincent Huang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主題是 Spring Cloud to Kubernetes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兩個主軸 一個是Spring Cloud Application 另外是Kubernetes 所以這兩個東西 你從這個遷移到這個 像今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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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段 同時間還有另外一邊 是在講另外一個Kubernetes的框架 不過 這個 從Spring Cloud Application 轉到Kubernetes 可能是 現在蠻多公司 跟 大家可能 比較常碰到一個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先 把這個東西講一下 因為 BeingSpring Cloud Application的 根底還是跟Micro Service有關 所以我還是會大概先講一下 Micro Service 然後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講說 就是實際上我們這個 我們在轉換這個的過程 遇到了一些什麼問題 然後 我們在技術上是怎麼去選情的 在各個面向 是怎麼去選情的 然後最後可能再做個總結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 這個是我自己的介紹 所以 如果你 會後想要聯絡我的話 應該是蠻好找到我的 你基本上去Slack 喊一下 我就Pew的跑出來了 所以 大概是 平常 可能 除了寫Code之外 也會 像今天已經講了蠻多場 然後 在公司現在是 SA的角色 所以蠻常是要做Mentor 然後 有時候也會帶人 然後我除了寫Code之外 也有蠻多 興趣是蠻雜的 所以 如果 私底下有聊一聊的話 還是可以跟你聊上蠻多東西的 然後我主要是使用 JVM Language Java 然後 Cutlin 跟Scala 但是工具類的話 我也會使用 像 Python 或是 Nord.js 跟 Go 我自己的話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些興趣 所以如果你 對這個也有興趣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試一下來聊聊 這樣 那是真的 還持續增加中 好 這個reference我們放在前面 就是 前面這一些 可能是有一些 今天講到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 有一些我覺得值得看的文章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 Micro Service 這個詞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 它就是馬丁大神講的 馬丁福爾講的 所以 他當時在他的blog 這是直接從他blog裡面 po出來的 其實 其實他自己 後來也 自己 重新重解釋 或者是有一些註解 讓這個東西更明確 我們 也就不要太在意 他當年說了 是不是真的很精確 但是我把 關鍵字 看出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 Micro Service Architecture independently deployable service 可能跟organization business capability 自動部署 智能端點 分散式的一些語言跟資料 其實是一個蠻 你說general 還是說 不是很精確的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是不是很精確 但 一路發展到今天 我們大概都知道 它有個大概的概念 我們大概現在 至少 幾年前還不敢說 但至少 發展到現在 2020年 大家應該都對 Micro Service 有一個 有一個picture在了 在講Micro Service之前 我們稍微帶一下 單體式服務 這個是一個 Kluso的圖 大概應該看得出來 單體式服務是哪一個 從一塊一塊 變成很多塊 如果比較慘的話 就是這樣一個 變成很多個 單體式服務跟Micro Service 其實實際上沒有那麼慘 但是 就反正工程師笑一笑 這樣子 那我們來想 如果 如果我們想要從單體拆成Micro Service 到底會遇到哪一些問題 OK 好 我們在想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先想 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拆成Micro Service 這其實又是另外一個大災問 其實在前幾天可能 大家如果有追9.1的blog 或者是剛剛像前一場 Jekko的Leader 他剛剛還有今天早上我聽的另外一場 滴滴滴的 其實大家都講到一個概念 就是剛好就好 這個詞 我覺得 這個在 你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 其實這個詞 我覺得大家其實應該記在心中 就是 不是 像今天雖然我講 Spring Cloud轉到Kubernetes 那意思 但是其實你 如果你 你雖然 你也許在這個過程 但是其實 我們要不斷的自己去想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個東西 還是 只是為了 當然有時候 決定這個東西 並不是我們決定的 不過我覺得 剛好就好 這個點其實是一個 要注意的事情 因為 你看 如果我們現在從 單體式服務轉到Micro Service 其實你要處理非常多問題 那如果你處理的不好 或者說你們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 其實會造成更多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 你到底要用什麼去切分你的 微服務的力度 這真的是超級無敵大災問 尤其是在滴滴滴很紅的這幾年 你到底要怎麼去切你的微服務 你到底是要用Business去切 還是用組織去切 還是用怎樣怎樣去切 然後切得太細 你就會 你的溝通會變成成本 切得太粗 那你又會變成一個很大的 巨大式單體 那你這又不為服務了 所以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再來就是 你會從IPC變成RPC 就是 我以前可能call一個東西 就是 直接進我同一個process 然後就直接 JTBC就直接點DB 可是我現在如果要做一個交易 有可能會變成分散式交易 呃 舉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一個會員在 這個 像對安他們 電商系統比較發達 他當一個會員進來的時候 可能同時有十件事要做 然後這十件事 都是分散在不同的系統 而這十件事要一起成功 不能夠有一個失敗 那他如果是在不同的系統的時候 你這一種事情 你要怎麼做到 這會變成一個很大的議題 可是如果是以前 我們是單體式的話 那 Messor不會錯 理論上 Messor 如果都回傳正確的狀況 就會對了 或是說 你要保證這個東西 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這個東西 如果拆成Micro Service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但並不是說做不到 像現在 常見的RPC Saga 這些東西 其實都有 都有Solution 並不是解不掉 但是 你整個技術的難度就會上升 這是一個議題要注意 再來就是你的Traffic Management 先給大家看下一張圖 這是Netflix 我先劇透 先看這張圖 Traffic Management 這是Netflix 前面 他們家是AWS愛用者 所以他們掛ELB 然後 Netflix 以前第一代 高Gateway OK 就是RAW 然後 它這個NCCP是 Netflix Content Control Panel 就是他們自己的內容控制系統 然後最後面 這是它的API 所以 講句玩笑話 就是所謂的API滿天飛 你的Traffic其實是 就是會長這個樣子 那你怎麼去很好的管理 它就會變成一個議題 就 想簡單一點 如果它變多了 如果你這個服務 本來從三個變成五個 或是從五個變成三個 你要怎麼去控制它 然後我的 如果 我的服務 如果資金有版本的問題 我要怎麼去控制這些東西 Traffic Management 是一個 非常大的議題 在微服務裡面 然後 除了是一個問題 它同時可能會造成一些 額外的成本 比如說 像這樣 滿天飛這些 其實都是流量 那流量要怎麼很好的去控管 這些 那我們回來這一章 好 再來就是 分散事交易 我剛剛講的 剛剛也不講一些巨透 就是 我一個user 一個電商系統 登進來 可能要同時做十件事 可能是 創建帳號 創建錢包 創建 我的bonus 創建... 一堆 我這十件事情 在一個user 創建之後 其實是要全部成功 然後 這個 在不同的系統裡面 這種我們稱為 分散事交易的時候 你怎麼很好的去管理它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服務會有dependency的問題 因為我們拆的力度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的力度 如果太細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相依的問題 那太粗也許沒有相依 可是又會有別的問題 這些都是挑戰 再來就是configuration Spring Cloud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專案 叫做 Spring Cloud Config 就是 反正就是 用一個 Git 的 Repository 然後 然後 它會去抓它 然後把它拉回來 給各個configuration使用 給各個 各個application 當作configuration使用 OK 像這種議題 你的configuration 如果今天我是要攻擊 非常非常多 幾十台 幾百台的 AP application 去使用的時候 到底我要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議題 然後 再來 這邊可能就還有 Observability三本柱 就是這幾年 Deployment 那個什麼 DevOps很紅 SRE很紅 那這個詞在最近也越來越紅 就是 什麼叫三本柱 第一個就是logging 分散式的log 以前我們可能在我們 可能還小的那個年代 我們看log是 我們連進去機器裡面 然後 我們 下 tale-f 然後看一下 或是看幾行 檔案太大 你要先切一下 然後再看看怎麼樣 以前我們可能是這樣 可是如果你現在幾十台 幾百台的時候 你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他log可能是寫到 要嘛 你家可能會建一個 EOK EOK System 這些東西 去 收這些log 或者是你可能比較有錢 你用datadog spunk 這些東西 好 然後 三本柱還有另外一個 是tracing 就是 等一下後面會講 Jager 或是zipking 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監控 如果現在在 現在 以前可能我們是用那一些 以前我們可能會用那個 我突然忘記叫什麼 但是如果在Kubernetes這邊 可能就是 Prometheus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另外一個 最後就是 deployment 就是 我們 單體部署 可能現在有人還在那個年代 就是 抽價檔 換襪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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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可能就是 我DUCK換掉 或者是 有一些可能會用 像是 elastic bing talk 那個 Amazon的那個服務 我就直接傳東西上去讓他換 這個 部署的方式 跟現在 為服務的方式 又有點不一樣 好 所以 講很多 不能給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這是 本人的兒子 不小心 你的頭 你的眉頭就會像他一樣揍 當你處理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 你的眉頭就會變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 那在 一開始 我們準備要進入 這個 我們準備要進入 那個 Spring Cloud 的前面 我們先講一下 Netflix OSS 就是 應該 有摸過Spring Cloud 應該都知道 Spring Cloud 前面 其實是Netflix OSS 然後 後來他們 他們帶起來之後 然後 慢慢的 在一些 Spring Cloud 慢慢成熟之後 他們有時候 他們就會把某一些東西 停止 停止 新feature的開發 比如像是 比較有名的 Histrick 就沒有再繼續開發 甚至像 如果沒有做二版 如果二版 就失敗了 也不是失敗了 Spring Cloud 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他就沒有做了 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 前期以前 在Spring Cloud 還沒有出來之前 Netflix OSS 或是說 Netflix 其實用了 他們自己的一些 他們技術團 開發一整套的 Library跟框架 來支撐他們家 自己的需求 這中間包含了 Eureka 就是Service Discovery 然後 RUOR 去做L7 第七層的 Application Gateway 然後 Rebone做Low Balance History做Latency 跟Full 的Torrent 那個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 History跟Rebone 還有History Eureka Rebone跟History 其實他們三個 就是 是有一點關係的 後面這兩個 我其實沒有 真正的去使用到 但是 因為他們 查資料的時候 他們還是就放在一起 就是 Governator 跟Archios OK 可能有人有用到 如果有用到 歡迎跟我分享一下 那個經驗是怎麼樣 不過這兩個東西 至少在 如果是我們自己去用的話 其實都會 有替代品 比如說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就 蠻簡單 就是Spring Cloud Config 然後 或者是 你有別的替代方案 然後 Dependency Injection 應該就是 非常有名的Spring 所以 應該不是大問題 OK 所以後來就有一個專案 叫Spring Cloud Netflix 就是 就是 把Netflix 整個塞進去Spring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 你如果從Spring 2跟3開始玩起的話 你就知道Spring最強的東西 Spring最強的就是 把別人的東西 變成自己的東西 就是 你本來跟我 好像跟我完全沒關係 然後我就幾個病檔 那個時候不是病 那個時候是XML 幾個XML設定一下 然後你就變成我的東西了 這好像是洛克倫摸到你的手 或者是 或是那個 或是什麼 賽魯幫你吸收了 喔謝謝你們會笑 因為那個 上次那個 王景洪 那Tony Q在那個 MopCon的時候 講了一個實力波箭神 然後下面居然沒人笑 太難過了 好 太難過了 好 就是沒有人笑 他說 那個時代整個不一樣 難過 好 謝謝你們笑 好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他其實用了一個 反正 Spring Cloud最厲害的東西就是 後來到四跟五的尾巴就開始弄了一些很厲害的 annotation 然後 annotation會幫你把很多preconfig全部做掉 所以像他這樣這邊就很猛 就是 一個annotation enable eureka config 但是你可能要加上一些application的設定 但是 加上這個東西之後 你基本上 就可以很快的把這些東西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 你有 你把 eureka server開起來 然後你又有一些application去註冊 eureka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把這些東西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你的服務之間已經 彼此時間已經 服務發現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好 好 剛剛給大家看這個圖 就是 Netflix 的Micro Service Accuitation 這是他們家 我記得這不是哪一個 他們家某一個 工程 這其實也是很久以前的圖 就是他們 我記得是在2016 還是2017的時候 他們在某一個conference 他們家工程師在某一個conference發表 所以這根圖應該是 有一定參考度 但應該不是現在的架構 因為 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段時間了 好 那接下來就進入今天的 就是 可能跟主題比較有關係的部分 就是 Technical stack compare 可能是 這可能搞不好是 某些人做在這裡的原因 可能你想要知道說 欸到底 轉成功的人 到底是怎麼轉的 至少我們家是轉成功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 大家來討論一下說 大概遇到什麼問題 好 然後 這裡面等一下後面會出現一些圖 是真的 不是像那個 剛剛前一場那個 世宏哥講的說 那有些圖是假的 沒有我的圖 我的圖是真的 好 所以你可以大概參考 如果 他大概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度 好 然後 所以我等一下就這樣一個一個待下來 然後 大概就是會羅列說 如果你要轉過去 大概會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你大概用什麼技術站去代換 比如說首先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 他的左邊這邊這一排就有 比如說 service discovery 然後你的gateway 你的traffic management 然後 你的security break rate limit retry timeout 速錯 這些東西 然後你監控 你的tracing 你的config 你的schedule 跟你的infrastructure 的架構 大概會怎麼改變 這個是 就是我大概羅列了幾項 當然其實可能更多 但是就是 我們會這樣一條一條講下來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講 service discovery 在剛剛我們不是有講過 Eureka Eureka Climb 所以 如果你們 家裡有一套 Spring Cloud 的架構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說 你們家 應該有一台 Eureka Server 應該不是說一台 正常會有很多台 你為了HA 你會做很多台 對不對 你的AP就會連上去那幾台 去連線 對不對 然後 它的東西是偏向這種架構 這個是Netflix 這不是Netflix 這是 NGS官網的圖 就是 它介紹說 Client-side discovery 就像是 就像是 Eureka 跟HashCorp家 有一個console 是屬於這種模式 OK 就是說 反正你開起來之後 其實你要先去跟 這個service registry 註冊 然後呢 我的這個cline 就會知道說 有人來註冊 然後我就會 cline-side的去決定 我要往哪裡打 它的cline-side low-balance 它的low-balance 是cline-side 會配rebon 他們一起去做 就是它是cline-side 跟service registry 拿一些東西 它知道現在有誰 比如說這個A domain nameA 是可以打到哪幾台去 其實它會做這個解析 它的解析是這樣解析的 它打到那邊去 然後 如果你要再做熔斷 或是什麼 也都是 rebon還有跟那個整個 是連在一起配合的 Cubernese 是屬於這種 如果Cubernese 你不能夠立刻理解的話 你可以大概可以想成Darker network Darker network也是這種形式 就是說 我其實 我就是service A 要打到service B 對 service B 的時候 左邊要打到 我用B 對不起 你這邊要打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它中間有一個 它這邊用low-balance 你可以想成DNS Server 就是說 反正 你跟它註冊沒有問題 但是後面有一個背景的Server 去幫你hold住這件事情 如果是Cubernese的話 就是Cubernese 如果是Darker的話 就是Darker DNS 你要A 要往B打 我只要 跟它說 我要往B打就好 至於B會打到哪一台 這我不管 反正DNS要幫我處理掉 對 所以他們跟ClySight 這個是不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剛剛前面就有Service discovery Eureka跟Internal DNS 這就是他們其實一個很大的差別 所以 如果你們家要從Spring卡 要轉到Kubernetes 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Eureka全部拔掉 其實是蠻開心的 這個過程是蠻開心的 就是 拚命的減法 你就把它刪掉很多東西 所以 你就看到Code會突然變得很乾淨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些東西都拔掉 因為你接下來 其實你一直關DOMNAME 你接下來只認DOMNAME Kubernetes就幫你處理掉 你以前做的那些 你以前做的那些 Service discovery 你的Ribon 跟你的History都沒有用 對阿 就直接拔掉就好了 OK 再來就是 Gateway層 Traffic跟History 這些東西 以前 以前它是 Gateway這邊 可能是用入我 或者是Spring卡 然後 在Traffic這邊 剛剛我提到 就是他們是 大家是連在一起的 Spring卡 是大家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 Eureka Ribon History 這些東西是連在一起的 好 Kubernetes這邊 如果你是用原生的Kubernetes 其實是沒有支援到這一段 所以 所以 雖然我們都講Kubernetes Kubernetes 但是原生的其實 並沒有很好的支援到這一段 其實還是 多少要配上服務網格 就是Service Mesh來做這個 那Service Mesh 其實現在有很多種Solution 無論是 Eastio Eastio是現在比較常見的Solution 其實還有很多家有提供一些相關的 不同的做法 但都大同小異 也有人試圖想要 Rerun試圖想要結合一些 去提供一個什麼Open Mesh 但是 這個就是 反正Eastio現在是市占率最高 所以它大概也是愛甩不甩的 但暫時你可以看到說 這三塊基本上是由它一個人去Hold住 所以如果你要取代的話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要進來 除非你們家不需要 除非你們家的Gateway可以直接Pool出去 然後你們家不需要Traffic的Management 跟熔斷速措 然後限流從事 這些東西你們不需要 那你可能不用它 但是如果你們要這些進階特性的話 基本上這個還是要倒進來的 所以以前的 這個圖是真的 但是看到這個也不會怎樣 所以沒關係 我有跟老闆講 沒問題的 其實你就是 你大概會像這樣 就是你左邊 你可能會有一組 都是Spring Cloud級的服務 比如說Eureka在這邊 Sluice在這邊 Config在這邊 Boot的命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History相關服務 然後 你還會開很多份 你至少會開兩份 因為你要HA 所以你要開兩份 然後開兩份之後 如果你家有第二級的Business Gateway 假設通常不會有 但是如果有的話 就會這樣 然後再連到這裡 那你的Service 彼此之間 如果沒有互打的話 通常就是 Traffic進來 打到SLB SLB 進到Gateway Gateway跟Eureka 然後再打到Service 然後進DB 噗噗噗噗 再回來這樣 可是如果 世界不是那麼簡單 就會變成 這裡進來 打到這裡 然後Service 1要調用Service 2 所以他就會回來這裡拿 然後又打過去 所以這個圖就會 長得有點可怕 你那Request的圖 就會 其實那個就 會形成飛來飛去的狀況 在ClineSide ClineSide Discovery 的時候就會形成這種狀況 然後 你的VM 你VM的那個會開很多 對 好 然後這張圖 還順便Demo一下 就是 你看這個都是VM 正方形都是VM 然後 這是SOV 然後這個是 綠色是指Traffic的線 然後下面可能是 因為你是VM級的 所以如果 你在做VM的時候 你多少可能會用到 像是Terraphone Ansible 或是像Dark Compose 這些東西 去操作 好 如果你轉成ClineSide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個圖 可能這樣看有點小 我把它放大 好 這個圖做得比較漂亮 當然 因為這是新的架構 新的架構做得比較漂亮 好 左邊這三個就是 分別代表 我們的ClineSide 就是蘋果 安卓 跟 Browser 然後你從SOV進來的時候 其實Eastio 是有提供一個Gateway的 那 它這個Gateway 特點在哪裡 我們先不講其他旁邊這些Component 至少你要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就是 它這個 所謂的Service Mesh Service Mesh 到底Mesh在哪裡呢 就是你現在先 那些背景都不要看 你只看綠線的網格 它其實是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Prosity 去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 四通八達的像高速公路連接在一起 所以你的網路程流量其實是由它來配置的 無論你是要做流量的傳導 或者是你要做從事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流量的一些入我 基本上就由它來管 因為你的網路程已經是完全被它 比較開玩笑的講法就是已經被瑕持了 所以 這樣子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Server side 就是Kubernetes Istio 這個東西 跟Client side以前有什麼不同 OK 好 然後這裡面當然就是 你的Gateway會跟每一個 每一個容器裡面的Invoi 它是 那個Network Plugin 它就 Injection在裡面的 所以 比如說 比如說我的流量如果要溝通的話 其實是怎樣 就是 我的Trafficer是這樣進來 打到SLB 進到Gateway 然後 假設這時候是Member Service 其實它是先進到Invoi 才進到Member Service 它不是直接這樣打進來 它是會先打到你的Gateway出來 然後 最後 再 可能再往後面去 然後這一個彼此之間是四通八達連接的 所以它才有辦法做到 把這些東西全部控在手上 所以它才有辦法做到把這些東西全部控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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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他們用了這個Pattern 這是因為他們用了這個Pattern 這跟Spring out有一個很本質上很大的差別喔 這跟Spring out有一個很本質上很大的差別喔 這一個圖旁邊我就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家也有kstack 然後你有sr 你有radis 你有rbmq 你有mongo 你有mysq 你就會都在旁邊 因為我們家是全部上勻的 所以能用勻就用勻 然後這個是一個kubernetes cluster 那你用config map去做config 你下面可能會配上一些東西 對不起 你可能會配上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是如果你們家 油跑最近很紅的那個 GitOps 應該這幾個月才紅起來的名詞 像我們是用Argo CD 那你可能會有Esteel Esteel要裝進去 還有下面這一個部分應該是 抱歉抱歉 切得不是很好 Promyche Suburator 就是Prometheus 好 接下來我們進那個 Monitor Dashboard的部分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Arbix 就是 如果你 我們是VM-based VM-based有VM-based的Monitor OK 那無論你是要用Arbix 或是Spunk 或是很多 Solution很多 因為那個就是 上個時代他們的專長 還有Nagios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 很多fancy的Tool 可是 那個畢竟只能監控到VM機 因為我們都知道 VM是VM 那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JVM 就是你有一個CPU是屬於VM的CPU 可是還有一個CPU是屬於我們JVM裡面的CPU 所以JVM的CPU跟Memory 那就是另外一個層次的監控 所以通常 如果 Springhouse有提供一個監控的 叫Boot的命 不過我看用的人 我不是很確定用的人到底有多少 但 實務上我以前碰過的團隊 所以可能都是直接用VM機在監控 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如果在Kubernetes這邊的話 這個現在就很紅 就沒有問題 就是Gravana跟Premetius 就是Premetius生態系 已經長得很恐怖了 所以如果你有摸到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去比較 這個是很有名的Springboot Admin的蜂巢圖 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你的友誼卡註冊起來 就會把大家全部都連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看到 可能會有很多台 然後會有版本 什麼議題的 這個我把它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會有一些別的 別的 不是只有VM而已 它會有JVM裡面的Matrix Maybe 像是 因為它在Export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參照JMX那個東西 所以就是整套JMX 包含Mbin什麼的東西 應該都有辦法用 可是現在懂得用Mbin的人 應該不多了 也許是 大部分是作為觀測的目的 很少用來真的做操作 但是我這個圖 我是想要告訴你說 它其實不只是只有VM的東西 它可能還有一些JVM的Matrix 可以讓你去做參考 如果你是普羅米修斯的話 就是這個全部加起來 可以注意到說 普羅米修斯其實不是新的東西 它自己其實還是沒有能力 把Spring的Matrix全部導出來 所以還是要靠Spring Boot Atulator 去做這件事情 還要包含一個普羅米修斯的外掛 Library去把它導出來 如果你看的話就會變這樣 就是 如果你稍微玩一下SRE跟Devus 你就會看過這個圖 這幾年聲色就是特別的 讓人喜歡 所以我覺得它一開始就成功了 再來就是Tracing的部分 就是 如果你們 微服務會有多重調用鏈的議題 所以 就會 request在FiveHeader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做 調用那個時間鏈的時候 你要去分析那個時間鏈的時候 其實 招數也蠻多 那class rules是一個通用的介面 我這邊是舉 我們那時候使用的 用Zipkin 那其實應該還是有別的Solution 但至少在Kubernetes這邊 目前 因為如果你用istio的話 它官方推薦是用jaeger 所以 所以 但這兩個其實很像 很像的意思就是說 Zipkin跑出來的圖長這樣 它可以讓你看到說 哪一個gateway打到哪一個service 花了多少時間 它那個線圖長怎樣 然後 在Kubernetes的話 像我們現在是用Rancher去布 這個Kubernetes的Closer 所以它其實現在推薦的就是整套 就是包含Kiley Jager Kravana 跟Prometheus 這些東西全部整在一起之後 也沒有差多少 就是 因為它畢竟都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都是tracing 所以就是去分析說 你哪一段到哪一段花了多少時間 哪一段到哪一段花了多少時間 這些是tracing的部分 再來就是config cloudconfig的話 在Spring Cloud這邊是cloudconfig 那在Kubernetes那邊就是config map 無論如何你最終要當成 未成YAML吃進去給你的 YAML或是Property 吃進去給你的Spring 所以以前如果在Spring Cloud的話 你可能就要寫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Spring Cloud Config Server Git UI 然後你還告訴它說 你的分析在哪裡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Application property 或是Application YAML 就是放在Git的遠端 然後你開起來之後 它就會去Git的遠端拿回來 然後你在用Git的分析呢 也許你要用團隊去分 也許你要用branch去分你的開發狀況 也有可能是這樣 如果是在Kubernetes的話就不是了 Kubernetes就是config map 這是Kubernetes的一個原件 Spring Cloud有出一個 Spring Cloud Kubernetes的Library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 它一開始開的時候 一開始做的時候 就已經想說 萬一有一天 就是那個什麼 Spring Discovery 如果轉到Kubernetes 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它是有 折衷的替代方案 就是你可以 不要拆得這麼乾淨 其實可以 但是 用的人 似乎沒有那麼多 啊就是 這個 這個東西你看 它就是 Kubernetes最喜歡的 YAML格式 然後你把一些內容寫在裡面 好 就像這樣有沒有 TZ Active Profile 然後你的LogStage Uri Application YAML 然後用這一個形式 把你的 Application 好 因為我們知道 Spring Cloud的 Application 其實是 有優先度的 它會一層一層壓下去 你的Local是一個 然後 外面可能又是一個 然後最遠的 這邊又是一個 然後它會有優先去 一直一直這樣壓過去 所以你寫在這邊 就是最大的 所以 你寫在Git上面 那個就是最小的 這樣子 優先度 優先度最小 最後我們講到 Infrastructure Tool 好 這個東西呢 左邊是 AnswerPay 有可能會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Kubernetes 這邊就是用HAM 這個東西 基本上 我是假定 Spring Cloud 這邊是VM-Based 當然你有可能 不是VM-Based 你有可能是 像是PaaS的那種風格 Heroku 或者是 像是 Elastic BingTalk 這些東西 那就更方便 那就不是這樣討論 但是假設你是 Spring Cloud 你這左邊 可能是 IAS的VM 比如像是EC2 比如像是GCE 比如像是 ECS 這些東西 然後你在開東西的時候 如果 你們是 純手工的部署 純手工的部署 就是說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 沒有Dock這一層 OK 但你在開機器的時候 假設你機器量級很小 你還是用TerraFone 那你在開機器 如果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 比如說你如果要管 二三四台 你總不可能一台一台開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會 下TerraFone腳本去 做這些事情 然後 可是你要同時 對二三十台下一些指令的時候 比如說 我同時開二三十台出來 我要同時裝 開User 同時裝Docker 那我可能會用 Ansible這些東西去做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是Kubernetes這邊 你有可能是原生的 Native Type 你有可能是 Advanced Type 像Service Mesh 這種 看你們家的需求 有時候 我的需求 就是沒有大到要 上Service Mesh 也是有這種可能 就少少幾台 壯壯的單體式 也沒有問題 好 那你在開Kubernetes的Clausel的時候 你要嘛用 他們家自己的SDK 要嘛你還是要上TerraFone 因為 假設你有跨雲的需求的時候 會有一些別的這些議題 你在管東西的時候 會用HAM 這些東西會幫助你 就是 也不是說幫助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技術戰 是有點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稍微帶一下 Infrastructure這邊 你會看到說 我們從以前 假設 其實Dark左邊還有一個 就是不是Dark 在Java Java會覺得很正常的原因 是因為Java以前 JVM就是可以跨平台 可是在別的語言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跨的時候 Dark就是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從Dark到 1D 2D到3D 我自己把它稱為三個維度 Dark,Dark,Compost到 Kubernetes 就是1D 2D到3D Freestyle 這個3D Freestyle 這個3D Freestyl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以前開一台在一個VM上面 到我在一台VM開很多個Service 到我要把一群Service 開在一群VM上面 這種就是華視 我稱為華視部署 那你就會碰到一個議題 就是 A服務在某幾台VM要開幾個 或是說我的A服務 總共要開三個 那他到底要開在哪三個 這些議題 你以前如果要解決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寫比較厲害的腳本 那如果在Kubernetes這件事 就是會解決掉 所以下面這個圖就是Dark 然後這個是Dark Compose 到這個 如果現場有人被凝虐過 就是Kubernetes的YDD YAMO工程師 就是你會寫很多很多 你人生就是突然就跟YAMO奮鬥起來了 在場的笑聲都是苦笑 你看反正就是VM 上面疊一個Kubernetes跟YAMO 你就去操控那些資源 你就跟VM沒有關係了 他讓你在跟VM中間疊一層抽象 所以你就不會實際去掌管VM的資源 由他來調配 其實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圖大概講過了 就是以前我們的架構可能是長這樣 剛剛每一個部件 每一個component其實我們大概都帶過了 好 然後如果到Kubernetes的話就這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我的GitHub其實有這個Sample 他是用K3D 就是K3S in Darker 就是Ranger他們家出的一個 之所以要用K3D是因為 你不要Local開Kubernetes 有一張圖是一個筆電燒起來 你在你的Local開一台Kubernetes 你筆電就燒起來 就是K3D會稍微瘦一點 但是還是盡量不要在8G的Mac開 還是會很精彩 因為他大概開起來 就大概是6G、7G了 所以盡量還是你的筆電 在16G再做這件事情 當然越大會越好 然後這一個就大概有Demo一下 就是Esteo的Template 不過是Esteo1.4吧 Esteo現在已經版本已經很後面 好 那最後面結尾這邊 就給大家想一下就是說 這也是老廣告 其實這到底是不是replacement 就是replacement跟pros and cons 其實要想一下 我從Spring Cloud轉到Kubernetes 這個是完全的取代嗎 其實好像不是喔 因為有一些東西 它還是沿用它底層本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並不算完全取代 然後再來就是說 即使用Kubernetes 那意思有一些人 像服務網格那個東西 有一些人也選擇只用一點點 因為服務網格有它的缺點在 包含它很慢 所以我知道那個 之前 服務網格曾經有一個案例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Line台灣 Line台灣的某一個team 他們要用服務網格 可是他們把服務網格 其中某些東西全部拆掉 只用一部分 因為他們的那個東西跟直播有關 所以流量上面撐不住 所以就是其實大家去思考說 我是不是這個東西 就像呼應我剛剛一開始講 就是剛剛好就好 當然如果你們有一些使命 必須要轉過去 這我知道沒有辦法 那我們還是要試著去做 好 但是就是其實要去思考一下 好 最後就是派子瑜來跟大家說 拜拜